教师借调到教育处执行行政事务 以及教育现场教育小孩这两件事 先议员张振辉质询 县府如何权衡得失 借调到教育处的包括教育部所指定的 还有后用校长 目前大概在32位 我们之前大概有50几位 现在大概把它缩减到32位 那我们扣掉后用的校长跟教育部指定的 那应该有几位被借调 大概在22位左右 是吗 22位我认为这个数量太多 我们除了借调以外 它的空缺 我们还是需要真事 还是用代课教师 万一第一次的真事没有人 就是表示说相关科系又有教师证了 我们演到第二次 再没有第二次就是第三次 一般说来 我觉得我们台东要征聘这些代理教师 其实是很困难的 不容易 对 是不是 是不容易 所以变成最后来的人 一方面没有教师证 一方面也不一定是具有专科的 这个老师 这样对学生来说 是很不公平 很不合理的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改进一下 借调教师来去到帮助行政事务上 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但希望说我们正式老师 他真的能够留在学校里面 把学生带好 毕竟当我们老师 借调到教育处来的时候呢 势必要派代理老师去 对啊 所以这部分来讲 您之前所提出来的这些指教意见 我觉得都相当不错 所以我们应该是朝您提的方向来思考 其实我们非常不愿意 借调老师到处里面来 所以根据人报告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 可是那个最根本这个原额不足 教育部编制的这个原额不足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事务很多 很繁忙 需要的原额多 问题是 制度上就给你这么多人 所以才要更重视 到底我们设置这个机关 这个机构 这个组织的 它的原始目的是什么 不离初中 学校的教育 本来就是要由老师来去承担 至于行政上的事务 当然是有一般行政人员 更何况 教师这个是专业的 我们行政纸的人物 人事确实是可以慢慢训练出来 因为并顾人员如果可以禁用 让原来的老师回到学校 教育局长偏相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学生才会被充分照顾到 这个也可以像现场想的一样 把台东整体的学历 竞争力提升 我们无意说代课教员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真正的老师 比较具有稳定性 他不要每一年换学校 每一年招考 这样其实是对学生 才是真正有好处的 当我们想象看看 行政事务不是不重要 而是真的教育现场是需要的 小朋友从小受到 比较完整体系的 教育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样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台东普遍 尤其是偏向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实质不足 现场你早就揭示了很清楚 经济跟教育才是能够根本翻转的 重要的议题 如果我们忽略掉它 或者说因为其他的因素干扰到 我们原本要做的 想要达到的目标 我觉得这样就可惜了 现场你请问我们看一部电影 那个兰语什么来去 骗子我忘了 骗名 不是据述兰语的吗 只有大海知道 是 你看只有台东人知道 我们教育上的苦 不是 开玩笑 骗尾 小朋友跟老师说了一句话 不知道县长记不记得 高雄有这么多路 我们难以只有一条路 你有没有感受到 它到底要转达的是什么 它的大都会有很多的选择 它有很多的发展方向 社会 这个进步 给高雄是更多的机会 但是台东呢 我们有什么路 我们只有一条南回公路 难以只要一个环岛公路 可是它的影域不一样 它有选择吗 它有相对获得更多的资讯 跟机会吗 这个如果不从教育 根本上解决它 它怎么可能翻转 它永远要停留在南语 还是说只能散散打猎 下海捕鱼 做过调查 进入台大的 60%都住在台北市 非常高的比例 其他的呢 那更还能偏乡 我觉得这个县可以做的 就是这些嘛 尽量把教育现场维持好 让更多的这个小朋友 能够接受更好的资讯 先议员张正辉表示 偏乡本来就资源不足 台东县的教育 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 第十八届 第八次定期会 先认总执询议程 县议员张正辉 问证内容 再要报道 由徐静坤整理